听了大海龟的一大堆啰嗦故事 孙悟空终于打听到了花果山的方向 原来花果山就在自己来的方向 看样子是自己飞得太快了 经过了花果山也不知道 孙悟空一边往回赶 一边思索一路上哪儿最可能是花果山 记得海豚先生说 向东得游三个月 那时候自己可是一条小鲤鱼 小鲤鱼的速度能有多快呀 游三个月估计也游不了多远 而自己却一路驾着金斗云 金斗云的速度那么快 自己还飞了三个月 想想都觉得自己笨得可以 孙悟空估计 自己至少还得往回飞两个多月 结果没想到才飞了半个多月 就发现了花果山 高兴之余 孙悟空心里也充满了疑惑 随着一个金斗下落 孙悟空落在了花果山上 这时候 孙悟空突然明白过来 原来是自己的金斗云更加熟练了 每个金斗的距离也更远了 能这么快找到花果山 似乎也不难解释了 回到花果山的孙悟空 很快发现了问题 因为花果山实在是太安静了 花果山上的猴子 每天都能从早上闹腾到晚上 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 孙悟空找到一棵高大的树木 望了一望 他想找个猴子问问 问问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就这么安静了 站在大树上一望 花果山上空空荡荡 一只猴子也没有 这下孙悟空急了 冲着周围大声叫道 猴爷爷 小马猴 猴爷爷 小马猴 你们都在哪儿 花果山上 回荡着孙悟空的吼叫声 然而却半点回应也没有 孙悟空一路喊 一路朝着水帘洞走去 心想 猴子们肯定是在水帘洞里 睡过头了 不过望望头顶的太阳 明显已经下午了 有谁睡懒觉 能睡到下午的啊 就在这个时候 几只小猴子 从草丛窜了出来 一出来 就冲着孙悟空叫道 你是什么人 马大帅的名字 也是你叫的吗 孙悟空转头一看 这几只小猴子 明显年纪很小 嘴里的牙都还没长齐 听到问话 凑过去回答道 我是你们的猴王啊 小猴子并不相信 孙悟空的话 对孙悟空说 你才不是我们的猴王 我们的猴王 去了很远的地方 现在才不可能回来 孙悟空说 我真是你们的猴王 小猴子们 依旧倔强地摇头 一口同声说 不是 孙悟空有些着急 抓耳挠腮一阵 然后对小猴子们说道 这样吧 你们带我去见你们的大人 见了你们的大人 就知道我是不是你们的猴王了 小猴子们这时候就出现分歧了 有的点头说好 有的摇头说不行 孙悟空有些急眼 大声问道 到底有什么不行 看到孙悟空挠腮的模样 突然就有个小猴子大声叫道 我明白了 你肯定是牛猫王派来的奸细 就是想通过我们找到马大帅 好把花果山的兵马一网打尽 孙悟空虽然听得一头雾水 不过还是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花果山的猴子过得很不好 甚至还在被追杀 想明白这些 孙悟空心里的愤怒可见一斑 自己这个猴王刚走 就有不开眼的妖怪 欺负自己的猴子猴孙 这不是欠打 是什么 孙悟空问明白牛魔王的住处 脚踩筋斗云 一个筋斗就过去了 孙悟空打算好好收拾收拾 这个叫牛魔王的家伙 让对方长长记性 也为小马猴他们报仇 牛魔王住在一个叫扶牛山的地方 扶牛山扶牛山顾名思义 这座山像一头趴着的老牛 而牛鼻子那里的鼻孔位置 就是牛魔王住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好找 孙悟空一眼就看到 随即就对着大门叫道 牛魔王 快给我出来 牛魔王这时候 还躺在床上睡觉呢 听到外面有人叫自己 牛魔王并没有搭理 掏了掏耳朵 再翻一个身 迷迷糊糊又睡过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